如果在高速上遇到别人发生车祸 你会不会帮忙 你会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喵哥给大家聊聊 比较理性的正确的做法 首先在高速上遇到车祸 当然是别人发生车祸的时候 如果说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大家是可以去帮忙的 但是由于高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车速非常快 是封闭道路 如果说你自己傻傻的 自己都不懂怎么帮忙 最后就可能帮倒忙 所以首先要避免的就是 帮倒忙的情况出现 首先你要帮忙的话 你的车子要么你得停车 要么你得通过前来发生 比如说打电话 通知交警 通知医院什么的 一系列的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所有的做法里面 首先就要保证不发生事生事故 首先大家都能够做的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这个 前来发生车祸了 这个时候帮忙报个警 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报警的时候 这就要注意了 我们都说开车的时候 不要打电话 如果说你这个副驾有人 那么肯定是要让副驾 或者让其他乘客去报警 你不要说自己一边开车 一边打电话 我不建议这么干 但是假如就你一个人开车 你说不是要给我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不都有免提 都有蓝牙吗 这个时候你通过免提 通过蓝牙 通过语音拨号 这样也可以去报警 可以去做这个 但是报警的时候 你一定要讲清楚在哪个路段 说到这里 估计很多朋友就搞错不行了 我到底是哪个路段 高速好像看上去都长得差不多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实在不懂的话 我们现在车子都有导航 你打开导航 看一下定位 你目前的位置 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开高速 基本上都会导航 对不对 如果说你没有导航的话 注意看一下你路边高速的标志牌 一般它在高速上过不了多远 它就会高速的标志牌 你比如说大牌和小牌 你注意报 你哪个高速 旁边再开小牌子 小牌子上面写的多少多少米 什么方向往什么方向 第几号牌 那个地方 这样只要报跟交警 他们就很快就能够查到这个位置 当然报的时候 也要注意 高速上的报警电话 12122 这个是比较快的 这个是高速的报警电话 当然你也可以打120 但是它可能需要转 所以最快捷的是建议大家 直接打这个12122 记住这个号码 第二点 假如说我除了报警之外 可能比如说 那个车看上去冒烟了 我自己我想去救它 或者说车子这个人 已经到了求救 我想车门把它打开 把它弄出来 这种时候就涉及到 这个停车的问题了 那么停车就一定要注意了 你的车停应急车道之后 而且一定要打双嗓 那么比如说 你停的事故点的前方 就往前开 往前开了之后 靠边停车打上双嗓 然后再拿上三点金字牌 然后你再自己往车后面走 然后在车后150米处 放三角金字牌 这个时候 如果是你停的密口气什么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保证自己安全 如果车链也着火的情况 那就一定要注意 它会不会发生更大的火灾 尤其是不要走下风口 也走上风口 当然没有经验的话 那么建议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在合理施救 你不能说我因为施救 最后我把自己搭进去了 人也没救出来 那不是损失更大的吗 对不对 所以在施救的同时 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包括拉车门也好 开门也好 包括灭火也好 这些事情 精炼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不然的话 不仅没救了人 你最后还真的 可能把事故搞得更大 第三个 假如说在施救过程中 发现车上有人受伤 尤其是车上人员被卡住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 不要去强行去拉 因为这种情况 受伤的人 有可能出现骨折 如果说你自己不懂急救知识 你再去搬动它的话 本来它可能只是骨折 医生来了 按照正确的救治流程 它可能还能活命 当你这一搬一拉 直接断了这骨头 这个插进内战里面 它可能连命都活不了了 你这样就不仅没帮人 这些还害了人 对不对 所以在高速上 我们在发现交通事故的时候 大多数朋友 一所能及的能够做的 就是赶紧打1212 跟高速交警报警 然后通知他们来处理 他们是专业的 但是如果说 你非得停车去救援 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 一定是要做好 描个刚才所说的这几项 在防止好 自身事故 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 再去做 显应力所能及的施救工作 千万不要人没救出来 最后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 或者说人没救 最后自己的车被断了 后面发生了一严重 更严重的交通事故 这样的话 真的就是把人倒门了